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黑袍纠察队劣迹的故事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晒晒生活光彩一面就有几百点赞 唯有博伊德例外,他恐有好心肠,却是小透明 暗恋邻居女孩谢力,却连搭讪都不敢 因为他自己都讨厌自己的外表 其实他不知道,谢力也对他的雀斑很不自信 所以自拍时呢,爱用猫领特效盖着雀斑 博伊德总是暗中偷窥谢力发的自拍 暗戳戳适用同款特效 这款软件还有最火的超级英雄特效 哎哟,这个帅啊 博伊德正心动,软件弹出个对话框 他只要去当产品试用员,就能免费变成特效那么帅 博伊德匆忙赶往实验室,科研人员掏出一种神秘面霜 这是他们的实验产品往脸上一抹,大脑发挥想象 把自己想成什么样,脸就会变成什么样 这有这么什么,这篮研究员可不太像好人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博伊德魔药闭眼发挥想象 脸上最初热热的,后来好像肉里有虫子爬 最后又剧痛难忍 博伊德再有发坚持大喊睁眼 没想到镜子里的自己竟然真的跟祖国人一样帅 身材也变得同样迷人 看来面霜成功了 科研人员鼓掌庆祝 他们叮嘱博伊德面霜效用只有几天 过劲之后记得继续磨 呃,但别忘了优着点,毕竟这只是试验品 博伊德回家之后对着镜子苦脸搭讪大法 恰好呢,今天心里刚分手 博伊德便出卖难色,开始迷惑 谢力被迷得情婚八速快进到约会环节 两个人欢笑,滚轩,外骨掌,爱到惊天动地 凉消过后,博伊德于云未尽,先开被子 没想到谢力竟然变成了个猫娘 原来昨晚事后呢 谢力误以为面霜只是普通的普世霜 就给自己抹上,成了这样 这当然是个意外,但她喜出望外 毕竟这就是她梦想中的样子 试问有谁能拒绝一只小野猫呢 博伊德也兴奋起来,没开耳朵 从这天开始,两人四处秀起恩爱 一头身材火辣的猫娘 竟跟一个山寨祖国人当街热闻 这是何等美妙的忍受恋爱呀 两个人热度暴涨 粉丝飙升到几千万 科研人员也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面霜 嗖嗖嗖 粉丝就这么一路涨到了两亿 有这样的账号,就算不工作也不抽钱 两口子喜欢躺在泳池漂浮店上 沐浴着午后阳光,随波逐流 这是他们最惬意的时刻,但注意细节 他们的漂浮店分别向两个方向分离 他们心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两人变得貌合神离 就算人在一起也各玩各的手机 博伊德最先忍不住出轨 犀利捉奸在床,不光发到网上 自己呢也吊起男人 两人矛盾越来越大,玩的也越来越开 不光失去廉耻,甚至一度因打人入狱 鉴于影响恶劣 平台将他们的账号涌封 科研人员也认定他们放荡鲁莽 不配电影面霜,强制终止合作 生活变回一地鸡毛 屋里全是用空的面霜瓶 由于药效退散,心里脸上重新出现雀斑 博伊德倒并不嫌弃 因为他以前就最喜欢这些雀斑 可气氛才融洽了不到一秒 两人瞥见一个空瓶子里 仍然残留着最后一丢丢面霜 又为争抢他大大出手 面霜不光赋予他们英雄的外表 还有英雄的战斗能力 双方全来矫往,凶恶有如世仇 博伊德稍战优势一度把面霜握在手里 只是没想到手一划 面霜竟滑竟马桶 最后一滴也没有了 一切变成过眼云烟 一个月后博伊德重新变回小透明 作品只有两人点赞那种 过去的繁华和甜蜜只保存在手机里 家门倾尽扣响,外面是谢礼 他又变回满脸雀斑 特意用长发遮掩 可在博伊德眼里 他的雀斑从来不是缺点 现在这样就很完美 两人经历大风大浪 又变回最初的自己 却认清了彼此的真心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 也不失为温馨的成人同化 但这可是劣迹啊 导演编剧美术设计 却约恶人的劣迹啊 所以博伊德幸福的效力一转 竟变成一副恐怖面容 这是之前面霜的副作用 还是他又取是用新药了呢 原因已经不重要 因为下一秒 博伊德就当场参死 科研人员身为罪魁祸首 却毫不内疚 而是淡定拍照发到网上 这也是博伊德的照片 最后一次爆发网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研发 咱们下期再见